鞭炮一点燃马上窜起浓烟 而且这浓烟量相当惊人 扛交人员一边闪躲一边后退 这炮炸声震耳欲聋 整个庙城全被浓烟笼罩 庙方办活动出动鞭炮卷 瞬间炸出大量的烟尘 还以为庙里要烧起来 吓坏旁边的民众 鞭炮卷放完后 现场充满浓浓黑烟 而山猫也在此时进场 将地上的烟灰堆到一起 虎牙要吃炮 我们炮富裕上的这个 就是炮在榜的时候 我们身上这个部分 让我们的宣布也太过去 事件发生7号早上 来自各地的宫庙团体 到新港奉天宫静香 在庙城卷起长长的边炮卷 放完之后引发网友热议 纷纷表示这是很糟糕的行为 有必要吗 还有人问是不是 要把庙给炸了 就是这样感到 就是比较旺 你真的会怕吗 你放得这么大门的 习惯就好了 那啦 不会听 但是我们都习惯 没什么感觉 新港奉天宫是台湾知名庙宇 而在2021年8月时 嘉义县政府也公告将奉天宫 设为友善维护示范区 而这个鞭炮卷 有12个人齐心在庙城卷起 一旁有人拿着浇水壶在地上浇水 往旁边一看存放鞭炮的纸箱 还堆成了一座小山丘 关奉天公事本局 我们要示范区 那我们现在规定 释放的鞭炮只能10箱 为了热闹造成空气污染 环保局也表示 若发现炮械垃圾未清理 将会依废清法除1200至10万元罚缓 而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7点前 释放鞭炮者 将会依照应管制法送办 东森新闻 吴昕美 王府安 廖凌轩 嘉义报道